不論是汽車輪框尾翼還是水上護照 引擎蓋又像碳纖維材質又有變形重圖案 甚至連美超都來了 災難奪目的外表下幕後大工程是它 我手上拿的是汽車儀表版的框 塗上黑色底漆之後 透過水轉印的技術就可以讓它換上新的花樣 黑壓壓的汽車零件放進水裡 拿出來已經換上碳纖圖案外衣 服裝過水就完成 怎麼辦到的非凡鏡頭獨家之機 四米長一米寬的大水槽裡頭放的是純水 所謂水轉印顧名思義就是靠著水來轉印圖案 把選定的PVA膜圖案小心翼翼鋪在水面上 表面溫度得控制在28度上下 計時一分半讓轉印膜伸展平整 第二步活化 技師手上拿著噴槍朝水面噴灑 裡頭裝的活化劑是水轉印的 關鍵武器 活化進入目的就是呢 要將那個膜上面的油膜跟PVA膜分離開來 這樣我們才有辦法做轉印的動作 仔細看水裡已經浮著花紋 登記師全神灌注 緩慢把手中零件放進水槽 物體往水裡放水壓往物體擠不到5秒鐘 再拿出來已經改頭換面 所需要放的角度跟力道都要抓得非常準確 不然的話這樣子紋路才不會跑得太多 車友們比較玩車的 因為他們想要一些時尚的 比較一些獨特性的風格 接著清洗紅乾塗上精油就算大功告成 像這樣的水轉印技術儘管價格不算便宜 面積小的手機殼100元能搞定 面積大的汽車保險桿5000元起跳跑不掉 但因為幾乎什麼都能硬 電子大廠找上門指定代工 還有汽車零件廠每個月 至少500組空力套件往這裡送 譬如說機車的輪框 它是兩面需要印製的 那就可能麻煩一點 就是它的花紋需要對稱 就需要兩次或者是三次再做轉印 讓汽車零件當出水浮揉 說是變魔術也好是新科技也罷 能確定的是塗裝技術也跟著汽車工藝突飛猛進 外觀越來越吸睛 記者吳榮俊傑 張鈺 新北市報導